其實在中共內部包括黨規當中 從鄧小平開始是有明定反對個人崇拜的 一個平庸的習近平可以在這麼短的十年執政時間當中 讓個人崇拜成為一個新的潮流 而且能夠全力牢牢的掌握住 您如何看待這種情形 張美中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特別好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目前來說在中國的社會和上升結構裡面 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政變的傳聞和二十大這個 所謂換屆的一個巨大的一個權力挑戰的問題 實際上跟這個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需要深思而且是很強的起敵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不管這個你文革結束四十年也好 還是習近平執政十年也好 這幾乎這個個人崇拜跟這個時間長短的沒有關係 它是一種這種回朝線什麼 它是一個記憶和遺忘的一個搏擊 兩層意思 第一就是只要不去記憶 那麼從一開始就在遺忘 第二個就是如果有人或有集團 政治集團就故意去強制人民去遺忘 那麼也就無從去記憶 那第一層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沒有歷史的對歷史的反思 你不能夠正確的面對歷史 那我們就不知道未來究竟要怎麼去發展 過去犯了什麼錯 我們怎麼去糾正 為什麼終止文革呀 就這麼簡單的問題有多少人去回答了呢 為什麼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呀 搞改革開放 為什麼現在你只開放不搞這個改革呢 為什麼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為什麼要發展民主法治 也包括今年的這個話題 為什麼要反對個人崇拜 所以這一層的含義主要是 我就說經歷了災難的民眾和社會 如果民眾和社會不去主動的去反思 去記憶經過的苦難 那好的傷疤就忘了疼嘛 那現在連傷疤都在 是不是 就已經忘了痛了 你個人崇拜這個傷疤就在這裡 那習近平把這個傷疤也給接下來了 得多痛啊 但是已經忘了當年個人崇拜造神 這個把個人的所有追求幸福自由的權力 全部都讓渡給了政治集團 讓渡給了執政黨 是吧 那然後黨它作為一個政治團體 又把所有的權力又讓渡給個人 那麼好 最後整個國家就既在某個人的情緒 它的身體狀況 它就會這樣就會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秘密 能不危險嗎 朝鮮戰鬥怎麼打鐵 一個人說了算吧 人民公事搞起來也是一個人說了算吧 所以我覺得是 首先就是要民眾社會進行積極去記憶 不能把這個權力去讓渡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中國的社會 實際上是從一開始也進入了 這個叫什麼 就是中共政權 它讓中國社會去放棄記憶 從一開始就 就是你要去接受一個 你曾經的苦難不再 還要不斷地再來的這麼一個疊加模式 是吧 你看人民如果是黨不讓你去做的事 比如說就最簡單說說巴金吧 我舉一個例子 是不是 那巴金當年回到了 79年回到了巴黎 他說哎呀一看那是 叫做青年巴金和晚年巴金的會面 這個含義是很深的 他說青年的巴金當時是愛祖國 愛正義 愛真理 愛人間事物 愛人間一切美好事物 那他晚年再回到巴黎的時候 他只剩下了一種懺悔 他說為什麼我文革要不斷地去交代問題 為什麼要不斷地去檢舉揭發 做了很多違心的事情 所以他當時提出要建立一個巴金文革博物館 從他這個1979年一直到2005年 他去這個文革博物館 中共就沒有讓他成立起來 是吧 那個鄧小平 剛才宋先生提到鄧小平 他當時搞歷史決議啊 也是搞得就說你們別想了 哎 你們別想了 我已經把歷史給你們回憶好 你們的記憶我已經給你們建設好了 是吧 三期開 毛主席的錯誤功勞三期開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要允許大家記憶 去記憶的話就等於 把清算自己的資格 交還給了民眾的手中 所以他要強制這個社會 強制這個民眾去遺忘 所以在這兩層含義之下呢 個人崇拜再回到中國社會 那就不是一個稀罕的事情了 因為人民不去記憶 放棄反思 接受在這痛苦 中共強制遺忘 替你定義你的記憶 讓你繼續接受苦難 江文兄 這個歷史的傷痛 我想您剛剛指的那一段時間 大概就是文革 同時也是毛澤東 個人崇拜的另外一個高峰的時候 如果說以這個習近平跟毛澤東相比 您覺得習近平的個人崇拜的這個功力比毛澤東高出了很多嗎 同時這兩者有沒有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呢 鄭文兄 這裡要提到另外一個人 就是在戒乎毛澤東和這個習近平中間呢 有一位過渡的一個領導人 剛剛也要說一下就是華國鋒 華國鋒呢 當時他的這個成就是來自於傳承毛澤東 如果動了毛澤東的東西 他就失去了積位的權威性 對吧 但是不動毛澤東的東西呢 他就無法抵禦那些來自文革當中受到衝擊啊 迫害的黨員啊 這黨內的高層幹部 基層黨員吧 還有廣大民眾的不滿甚至憤怒 這就造成華國鋒的執政的dilemma 就是叫什麼就兩難困境 不搞兩個凡事 他就在最高權位上待不住 皇帝是軍權神獸 那華國鋒是軍權毛獸 但是兩個凡事就被鄧小平拿著他了 搞一個檢驗這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攻擊他最後華國鋒兵敗 就是因為他執政的一個困境 我拿出來做筆是什麼呢 就是他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那麼相對於就是他來說呢 毛澤東原來是上是可以的 政治面上是基本穩定的 當然是在一種不斷的階級鬥爭當中 什麼三年一個小的運動 五年一個大的運動 在這種頻率很高的運動模式中 建立的一種政治平衡 但是毛澤東時代的下面這邊呢 是經濟的確是非常糟糕的 國際制裁 閉關鎖國 根本拖不過氣了 所以華國鋒上下不行 毛澤東上面行 下面不穩 民間苦難深重 但是習近平呢 比這兩位都有優勢 所以他要搞起個人崇拜來的時候呢 他有一定的基礎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這個宋先生提出的啊 就是中共是一個漠視的黨 是個徹底腐敗爛透了的黨 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 這就是一個基礎 在這個時候習近平他做什麼 他都有一個什麼 他都有一個就是中心之主的一個感覺 儘管宋先生剛才也否定了這個中心的期望了啊 但是他就會有這麼一種存在 他面臨的兩個有利的條件 就是上下都比較穩 他上面不是他真正有什麼政治作為 而是他什麼 執政的時候他一直踩著改革開放的政治政權 儘管他早就心生不滿了 是不是搞這個第三次歷史決議 是要淡化鄧小平和後面的兩屆黨魁的這些所謂的歷史功績 但是呢他是踩著這個改革開放這個點的 因為改革開放這個政策呢 在中國整個社會面上是受到歡迎的 所以呢他就是把這個拿出來 但是你看所有的這個體制改革呀 他搞什麼領導小組 這個領導小組都是用改革開放的名義 用改革的名義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對不對 軍隊叫做軍隊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他就踩著這個政治正確這個點 所以呢他的上層呢是基本穩定的 那麼他下面這邊呢他是幾次幾件領導過來的 改革開放的一個可以說是用積累吧 是吧給人民帶來的經濟上的實惠 給中共權貴家族帶來巨額資產 是吧黨內搞定社會層面也比較穩定 40年經濟建設積累啊相當大的經濟體量 是經得起他折騰一番的 不管他左轉還是右轉都有一定的迴旋餘地 至於這個他跟毛澤東丁屑最後比起來 到底是誰的個人崇拜強度大呀 還是個人的能力強啊 諸此的一種比較 我覺得就李瑞先生的一句話是最有代表性的 他說是叫做什麼來毛病不改飢餓成席嘛 就是習近平沒有在政治上超越毛澤東任何一臉 因為很簡單 中共依靠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這種暴力革命的 這種本質沒有辦法有任何與現代文明的兼容性 本質的東西沒有發展 這個指導性的東西沒有發展 那麼它下面是根本不會有任何的前進的東西 所以我認為習近平跟毛澤東相比的不是說清除一藍 而是說它這個本質的顏色已經在慢慢退去